19分带来关心天气的消息 一大早 其实以下是哪里呢 石门水库 你知道来到这边都很浪漫的氛围 云雾缭绕 然后就看到这样的美丽的景色 心里就觉得好浪漫 而且最近 似乎还有一些落雨松的痕迹 所以大家可以去拍照 只不过最近寒流要来了 现在冷空气正在南下当中 而且现在可能是一整天的最高温 等到晚上入夜之后 这温度还会更低 像是北台湾的温度 会从今天的最高温14度 一路下降来到7度 中台湾今天早上还有21度 但是晚上剩9度 南台湾还没有那么快冷 白天的温度大概是24度 但是今天入夜之后只剩下10度 这一回寒流动全台 而且一路要影响到礼拜四 我们就来看温度高高低低 今天只是个小菜而已 因为冷空气还没下来 晚上的时候才会触及到寒流的标准 所以说入夜之后非常的寒冷 尤其是礼拜二礼拜三 将是全台湾最寒冷的时间点 包含像是台南以北到宜兰花莲地区 7到9度左右 高雄 屏东 台东 9到12度 温度非常的低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不仅是心血管的患者 慢性疾病的患者 幼童 老年人通通要注意好保暖 因为冷死的比热死的还要多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加强戒备了 礼拜二 礼拜三是最寒冷的时间点 那么到了礼拜四之后 寒流逐渐减弱 礼拜五才会慢慢地回温 只不过礼拜五 礼拜六 这个温度来讲的话 大概是以中南部地区 回暖的幅度最高 大概来到22度 而在礼拜四 礼拜五这几天 其实北台湾的高温 也大概是20度上下 礼拜五稍微好一点而已 温度不会一下子包高 是慢慢慢慢逐步回升的 那么从三日雨区图来看看 雨势的部分 今天华南雨区逐渐地下来了 因此目前正在下雨的地方 包含了像是基隆北海岸 宜兰地区 大台北的东侧 包含像是细止的部分 目前都是发布了大雨特报 那么等到中午过后 这一步华南雨区逐渐南下 因此中台湾地区 也会有一些降雨 而且天气越来越差 礼拜二 礼拜三 水气逐渐增加 尤其如果要追雪的话 礼拜二最有可能 因为水气最明显了 北部 东北部一带 都会出现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不排除来到大雨等级 那么不少人就在问我了 杨平山有机会下雪吗 这跟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 杨平山我们北部的市区 会不会看到雪呢 好 目前看起来 中央气象署是表示说 北台湾的雪线是1000公尺到1500公尺 但是我加码在问他 800公尺 这雪线800公尺有可能会下凶吗 是不是800公尺有没有可能呢 他说 有机会 那我就调出资料啦 包含像是大屯山 1000公尺以上 一定是可以看到雪的嘛 但是我们要来讲到的是 杨平山国家公园607米 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雪呢 好 机会有一点渺茫啦 因为它的海拔不够高 如果你要看到冰线 雾松 或者是雨甲雪 稍微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可以做一些观察 那么也不少人问我说 追雪的时间点又在哪里呢 他们好想看到雪 引发讨论了 好 最佳的追雪时间点曝光了 那么是根据气象专家 甲欣欣的资料显示呢 今天晚上的十点钟 一直到礼拜三早上十点 都很有机会哦 如果要上山追雪的话 可以冲一波 尤其是礼拜二 机会最高了 那么像是太平山 宜兰的太平山 几乎百分之百一定下雪的 另外荷欢山还有雪霸公园 也几乎都会下雪 那么陶云的拉拉山 大概是有九成以上 主要就是因为这一次的零度线 压到了台湾 还有水汽也配合 因此各地山上下雪的机会 就还蛮高的 那么我们特别提醒了 从今天开始都有低温特报 哪些地方呢 橙色灯号像是新北市 还有金融地区 橙色灯号十度以下 台中 以北 还有宜兰 甚至离岛的连江以及金门 都会出现十度以下的低温 而且时间点还蛮长的 超过二 四小时 那么今天还有路上的强风特报 主要就是因为这波寒流逐渐下来 逐渐的发温 因此风势也蛮强 包含像是整个台南以北一带 还有东部一带 恒春半岛 离岛地区 都有九到十一级的强震风 最后还是要提醒温度的部分了 因为这一波真的好冻啊 北台湾的温度趋势 今天白天高温十四度 但是晚上开始一路下滑 来到了八到九度 礼拜跟礼拜三将是这一波寒流 最冷的时刻 空旺地区再减个两度左右 因此可能都会有七度以下的低温 那么等到了礼拜四开始 寒流逐渐减弱 但是温度还没有那么快 回上来 因此要等到礼拜五 礼拜六 可能才会来到二十度 礼拜天有机会来到二十三度 因此这一波真的冻得非常久 我们要请养殖业的业者 还有农民朋友们 一定要加强严防寒害了 真的有一些果子可以先摘下来了 要提前来抢收 不然很有可能都会冻伤的 再来看中台湾 中部地区今天的高温 大概会是十七度 但是入夜之后温度更低 来到了九度左右 礼拜二 礼拜三 一整天的低温 大概都是八到十一度左右 礼拜四开始回暖来到了二十三到二十五度 那么南台湾呢 南台湾今天的天气状态呢 其实雨没有那么快下 而且还可以看到阳光 只不过这个温度啊 可能会从昨天温度还蛮高 甚至三十度 今天会慢慢的逐渐下滑 尤其是晚上才会有感 这个低温来到十二度 礼拜二 礼拜三低温甚至来到十一度左右 恐怕要等到礼拜四起一直到周休假期 才会回暖到二十二到二十五度 东台湾目前宜兰地区雨下的还蛮大的 甚至呢 在今天有机会来到大雨特报的等级 天气湿湿冷冷的 而且非常的冻 那么要等到礼拜二礼拜三 这一波寒流逐渐发威之后 晚上开始感受到威力了 而且温度下滩十度 甚至空旷地区不排除来到七到八度 那么也是要等到礼拜四 才会开始逐渐的回温 周休假期回温的幅度来到二十三度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